好,那我们就开始啊,开始讲那个讲今天的内容 开始讲这个竞技类了啊,竞技类呢,往往一般是用于这个比赛啊 主要是,比如说这个赛马呀,或者说是体育竞技呀,就这些东西啊 还有一些那个合作呀,还有一些那个谈判,一般用于这个 其实这个方法也就是用的这个体育旺衰,旺衰信息啊,你会发现 很多的方法啊,很多的这个我们预测的这个主题呢,都是用这个旺衰去决定的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比赛啊,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利的话 都是属于比赛,看看谁会赢,那我们就是求了这三个话 第一个是旭月,旭月起的卦呢,是第一个 我们看啊,旭月为土,土挂,铁卦开水 就是月份,不行 主卦呢,用卦梗土挂开水,不行 对吧,后卦呢,还像冲 这个也不行,你看最后呢,还像蟹 是吧,那这个指定不行了,这个 就是体挂肯定不行了 就是我帮不行,这个有不了啊 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呢,为紫月为水 体挂呢,为钱金,钱金呢,蟹,蟹水,他这个蟹金,蟹金,蟹金呢 有这个火,有这个火呢,去磕金,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蟹金,会还是不会,本来的,这一个月份呢,本来不是蟹,应该呢 是水月,呃,他不是蟹,他是蟹,然后这个火呢 我,呃,蟹这个金呢,是,蟹的不是特别严重 啊,磕的不是特别严重,因为这个时候呢,月份,他正好是在冬天,冬天呢 是火灭的,就是火他的力度非常小,火力度非常小了 他也没有办法去磕金 他的金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这个,这个水,啊 这个时候呢,是火,是金特别的旺 金特别的旺,有水,他去去卸一下是比较好的 所以上了,再一个卦,啊,这一个卦,能给能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没举例的啊,假如百分之一百分的 卦,啊,这卦呢,绝对至少六分,至少六分,啊 大家,你不要看这个火啊,这个火,首先,呃,首先你要分析这个体用的旺酸 挺用的旺酸,这个我方虽然说是被,月份所卸了 我虽然说是被卸了,但是那个对方呢,克的更加严重 对吧,所以说呢,火啊,力量非常小,对方呢,都变成了双方的这个,呃,这个评比啊 但是这个,呃,这场比赛呢,是,这个人,他,就是我方嘛,就是体卦,说我方,会略胜 略胜,略胜对吧 因为对方刚开始呢,是没有办法克金的,啊,我都讲过啊,凡是,火只要一进入秋天的冬天以后,基本上是没有力量的 特别呢,是,赌卦当中,有,有,有六个,有五个金的卦,那么这样的时候呢,火也是没有办法克金的 再说火呢,会被击灭,所以说,呃,酒卦的时候,这个火呢,是,嗯,不但克不动,它会被反克 那,刚才写了,是我方的赢,那么最后呢,对方他能够赶上来,是吧,对方能够赶上来 那就是,略胜,啊,假如一共是一百分的方法,我方,问题上呢,能够得六分,对方能够得六分,就是这样一个水准 都不帮体败跟硬败,对吧,都不帮体败跟硬败,他不但不帮对方,他呢,能够克着对方 对方呢,是一个克一个蟹,我呢,是只有一个,呃,是,群金,啊,蟹少,我受伤受的少,对方受伤受的多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听明白,打个一来,看这个,我愿意是收火的,火,卸了迅木,火呢,卸了迅木,火呢,生了,坤卦 就说明了我方案,刚开始呢,就是,就是,就是败的,就是失败,啊,刚开始呢,是失败,最后呢,这个是变卦呢,是波动,是波动吧,最后是用卦,身体卦,啊,用卦,身体卦呢,火呢,刚开始,呃,这个月份呢,也就是说对方,刚开始是赢,赢的,啊, 刚开始是赢的,但是呢,经过一个波动,啊,波挂呢,是属于波动,啊,我方能够赶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月份,他会克制这个,会克制这个对方,啊,会克制对方,然后呢,我方呢,也会,也会卸,所以算这样的话,就表现出来我方,啊,就表现出来, 我方呢,我方呢,对方呢,就是,能力表现都不突出,啊,就是,表现不是特别好,刚开始,对方是表现得特别好,啊,嗯,然后呢,最后,对方表现了不行, 对方表现了不行,但是呢,我方,有一个对方相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方,也会略,略胜,对方,略胜,就可能刚赢一点,嗯,刚赢一点, 因为对方的略胜卦,啊,遥胜卦跟这个月份相比的话,月份会迂补,会迂补,用卦凯养,然后呢,对方他不但被月份迂补了, 他会去生这个,这个我方,所以说,在最后的阶段呢, 对方的力量是非常弱,非常弱的, 我方虽然是被陷 可是呢 又被用方的所生 所以说 我呢 也会略胜对方 这个是这么看啊 其实呢 就是一种能量对比 就是能量对比 它这个月份名木 木帮了体挂 是吧 我方是非常旺的 然后呢 木也帮着对方 对方呢 也还会生体挂 再说 这场比赛呢 刚开始都非常非常激烈 就是敌我双方啊 竞技非常激烈 表现的呢 对方给我方表现的 也非常的突出 非常激烈 中间过程呢 是剪 剪罐呢 是肩缘的意思 是艰难 所以说呢 中间过程呢 双方都不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 用挂呢 会 被这个月份所耗 但是呢 月份会生体挂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我会胜 我胜 这是 主要是他勇敢了这个时间对他的一个 忘书的关系 火比较旺的 他课金比较容易 在秋天的时候 金他不是忘了 木在这个这个金在秋天呢 金是处于修求结断 金修求他命令不到 但是说对方啊 所以说对方刚开始表现还是挺 挺突出的 但是呢 慢慢的就不行了 就被我方赶 我赶超 看右边这个 金月 有月为金 体挂呢 是 旺的 看这个呢 这个呢 是被卸了 这个是被卸了 所以说他是会摔的 他不但被月份说 他不但被月份的说谢 他还呢 去生 我方 你看 土呢 还得生我方 那这个呢 就妥妥的 我方生了 这个呢 我方生的会比较 会比较 会比较清空啊 会比较清空 因为体挂呢 正好呢 占了一个有金 月份 月份帮他 然后呢 对方的实力还真不行啊 我方呢 为钱挂 钱挂为老大嘛 是吧 就是弹硬 因为我方的实力是比较强的 对方是土 土是大重的 就是这个农历啊 还不行 对这个我方 这个是帮伙来一起跪影啊 看 短下角这个 短下角这个呢 你看啊 短下角再一个是正好是旭月 企业发展怎么样 旭月的为土 旭月为土 这个发展好不好 这个发展会比较好 为什么比较好呢 这个时候 金有泻有生 是吧 有月份去生 这个金 有月份去生金 金一忘了之后呢 他就会 去生这个水 所以说呢 这个创业会比较顺利 这就是流通了 就是一个挂当中的 一个挂当中的最难得的就是流通 如果一流通了有生有谢 我们这个挂绝对是个好挂 这个听起来的打一个一个 最怕的就是什么呀 最怕的就是 这个变挂 这个变挂呢 如果要是不是砍水的话 要是再是那个土的话 这个就在下 这个 这个就不行了 如果这个时候要是再是土的话 那就不行了 就无疑必反了 但是最好的呢 是由金卸它一下 这时候有火就更 火不行啊 火更不行了 要用水就卸它一下 这一个人 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 吃完 吃完饭 然后呢去厕所 然后呢就是有精语出 这种呢是非常健康的 就怕的是你帮 就这个挂光有生 没有谢 他特别忘的情况下还有生 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呀 中医有一句话叫做 绍布 绍 绍布 绍布 老不谢 这个你不知道你们学中医的人 有没有听过这个 这个话啊 就是绍布 绍布布老不谢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绍 年轻人啊 都要吃这些补品 年轻人 你一旦吃补品的话 你会受伤害的 你会受伤害的 这个听明白的打个一来 年轻人的血气方高啊 年轻人血气方高 你这时候 你最怕的就是补了 明白吧 最怕就是补了 就是身体的流通性比较好 你再也给他吃补了 那就是反而呢 是这个平衡就会被打破 平衡了会被打破的话 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 少不补老不谢呢 就是说 老 人老了以后 老人年龄大了以后呢 就不要做一些那个动力啊 或者说呢 心情 心情不好的 瑜估的这个什么 心情老是堵着的那种 老是体会这个肉体的快乐 也不行 好陷经历 好陷经历的一些事 因为老娘人啊 他的 呃身体的转化能力就差了 差了之后呢 这个气也不足了 气不足了就怕了 本来气就不足 他身体的转化能力强了 因为我们正常的人身体就是吃完 吃完了这个食物了以后啊 他能够转化成气 能够转化成营养 老娘的这种转化能力降低了啊 器官的能力降低了 所以说转化有效转化率也比较低了 比较低了他本来气就不足啊 你再去给他 去给他卸这个气 那么 就死的死的比较快 就死的比较快 如果年轻人的话 他本身就血泥方刀 你该吃的还补贫 大补的话呢 那这个年轻人他就会 阴阳失去平衡 他就会生病 他就会生病 你包括现在很多的小孩 你包括家里边的这个老人啊 就是看这些小孩啊 就是刚刚学走路啊 或者说呢刚跑那种小孩 冬天啊 给他穿了很 很厚的这个棉袄 对不对 其实你不用给他穿棉袄 他也动不着 就这样 你知道吧 你就适当的给他穿 很多人呢 就是很多老人 他老是他不懂这些东西 他给穿了很厚 不过的 小孩他的体 他的气是非常强的 只要是你不要 过费的给他穿少了 不要让他那个招风 那他小孩他不会 不会被动着 不会被动着 反而你给他说穿多了以后啊 反而呢 你 你没有去让外界去刺激他身体的免疫 就是这个外界 这个小孩他需要用外界去刺激 他一刺激之后呢 这个小孩的免疫力会增强 你知道吧 他给他穿了这么厚的棉袄 他刺激不到这个小孩的免疫力 反而说他的身体呢 就一直没有反应 身体没有反应 身体没有刺激 他一旦 他小的时候呢 身体没有刺激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的免疫力 不会增强 免疫力不会增强 他长大了以后 他的免疫力 也会比较不好 反而说这种 反而对小孩不好 你应该适当的 他少一点 外界有一点冷风 对他是有帮助的 刺激他身体了以后 那么他自己的免疫力也会 会抗拒这个外来的风寒吧 然后呢 就是 就一直抗拒一直抗拒 这个免疫力 他会逐渐会给他 给他加深 逐渐加深 那你可能穿那么厚 他从来这个小孩 他从来没有动的被动了 着过 从来没被动着过 那这个小孩以后身体不会好 我告诉你 身体质量不会好 免疫力会下降 因为他他没有接受过自己 他的免疫力就很差 他长大了以后 他就经常发烧 我经常感冒 他又为什么这么来了 有时候 现在小孩 有时候 有时候现在小孩出去零一场雨 回来就感冒了 对吧 这种小孩又是什么了 这种小孩就是 同小没有吃过苦的 从小没有经过风吹雨晒的 这种小孩呢 是身体差 身体差 你包括长大的时候 身体身体也不好 你会发现反而呢 生活在乡村的小孩 他的身体特别好 你看那 生活在乡村的小孩呢 冬天呢 穿的 不是很厚的那种衣服 一直跑 一直跳 这种小孩 他的身体质量反而呢 很强 就是不管是 刮风也好 下雨也好 还是怎么样也好 他不 他不发烧 他也不感冒 就是这样 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 要在适当的事情 要在适当的时间 去做 这个匹配的事 阴阳平衡的事 阴阳平衡的事 你包括现在一些学和的 非得 禁欲 现在学和的非得去搞他一个禁欲 那这个禁欲 他本身呢 就是违背了这个阴阳平衡的事 他违背的 为什么说道家从来不禁欲 道家他从来不讲述禁欲 为什么 因为禁欲 他就违背了这个阴阳平衡的事 他一违背阴阳平衡 这个人他就不正常了 你知道他就不正常了 男人不用男人样女 人就没有女人样 你看看 那些常年禁欲的人 他男人没有男人样女 男人没有阳光之气 啊 常年禁欲的人男人他没有阳光之气 他就 跟那个小绵羊一样 你知道吧 跟那个小绵羊一样 因为他不分泌这个 瘠性激素了 女人啊 他变得 越来越粗 粗广 女人呢 变得越来越粗广 他没有女人样 为什么 他不分泌 这个瘠性激素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什么 为什么道家从来不搞 也就佛家讲这个东西 啊 就搞的呢 这是 男人没有男人的阳光之气 女人没有 女人的阴影之气 就是一个平衡的原因 好大家认为呢 一切呢就是跟自然人走 流通为最好 流通为最好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听起来把你挡个一了 哈哈 讲了讲的我们讲了成人话题了 哈哈 好 那就讲 那就那个啥 那个 那我们就讲 又下酒这个啊 讲的讲的就偏对主题了啊 这个 影响能力太强了 好 看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呢 是 是这么一个话 讲这个恋爱发展 讲的恋爱发展 那是土月 丑为土月 丑为土月的话呢 土生金 金望 土生金金望啊 呃刚开始呢 金刻木啊 我方呢 能够压制对方 我方 能暂时性的压制对方 因为这个时候呢 土月会生金金 因为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 土忘了之后呢 木就不求求嘛 就修啊 那最后的结果呢 是什么 最后结果呢 也是 呃 也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用挂生体挂了 用挂生体挂了 然后丑土 为丑为梗 丑为梗了之后呢 丑为梗呢 会冲这个坤挂 会冲坤挂 但是说呢 再一个 呃 这个我们把这个恋爱发展当成一个境界了 就是说 呃刚开始呢 是我方呢 能够支配对方 或者说呢 我能够让对方 怎么怎么着 是吧 在最后呢 最后呢 是对方呢 完全的 没见了 对方把 一直伸这个运挂 呃一直伸体挂 而且说对方 会伸 体挂 但是这个境界过程呢 是比较 比较顺利的啊 对我方来讲 是比较顺利的 因为刚开始 是我能够 呃 我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发展呀 我站住动权 中间过程呢 也是我站住动权 最后呢 对方呢 对我特别的好 然后一直去生住我 然后呢 月份呢 也是对我吃不错的 因为这个 这个恋爱的发展过程 还是比较顺利的 丑土怎么重 怎么理解呢 丑土啊 你 这个 丑要为梗啊 丑不是为梗啊 丑为梗啊 丑为梗啊 然后呢 丑他就会 他就会冲这个坤卦 吵架是免不了的 为什么呀 但是就是说吵架也是免不了 因为这个会冲 会冲的坤卦 吵也是对付 就是对方的 会这个冲啊 应该算是什么 月份冲 用网 没有冲体卦 你知道吧 月份冲的是 用网 没有冲体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对方来讲的话 是一种心理波动 心理波动 你知道吧 就是对方的心理波动 发生了变化 冲 用 不会冲散啊 不会 不至于冲散 一个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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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银土 这个是坤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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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他就不会冲啊 能不能冲啊 能不能冲啊 对吧 这个算是什么 因为月份冲的是用卦 只能说对对方啊 是一种心理的 对方的 心理变动 心理变化 你知道吧 他不是冲着起挂 但是冲着用网 用网是对方的 对方发生了变化 这是方位的相处 对方发生了相应的 变化 那就是对方有了一个心理上的波动 再看这个合作发展的位月 看看这两个人合作发展怎么样 他为土 这个呢 体罐是被陷了 是吧 体罐被陷 然后呢 这个土生金 土生金 是吧 那这种很简单的 对吧 这个就是我方 我方会受到损失 我方会受到损失 因为月份呢 卫月会帮助 用网 对吧 会特别帮用网 会耗泄这个体罐 你看我的 火的力量都去生土了 土一旺又会生这个用网 所以说呢 我脱脱的受伤 这个合作的话 对我是一种 我绝对的 不公平 我对我方 是绝对的受伤 这个听明白了 打一个依赖 他用来这个响的 空的发展 仇恶 工作发展的话 这个是唯我 这个唯我 然后呢 这个用完了 就是一个外界情况 外界情况的话 我刚开始 但压力挺大的 为什么 因为丑月会生金 它会泄这个火 我去生丑 丑丑又生金 所以说刚开始 我这工作发展 压力大 不行 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金一望 就会灭火 是吧 金一望的话 就会灭火 金就刻不动火 就刻不动金了 是吧 压力比较重 但是最后怎么样 最后变轻了 因为 钱金变成了 离火 本来呢 是他的上级 那个 他的上级 阻碍他的法种 对吧 钱为老大 钱为上级 离火为我方 因为呢 丑土去生这个 钱金 钱金比较旺 钱金一旺的话呢 就会 靠泄这个 离火 离火就刻不动钱 所以说呢 老大 或者说呢 这个部门的 这个部门的经理等等 就是他的上级 会阻碍 或者说呢 会 不帮助这个 工作发展 会阻碍这个人的 工作发展 那最后的情况呢 这个老大呢 这个部门经理 或者说呢 外界的公司的状况 会 帮助这个 他们是比较了 所以说呢 现在会比之前也好 领导比较强势 那是前边 那是前边 只要这个 这个领导一臂土生 土一旺 就是领导强势 那是前期了 后期呢 这个领导 或者公司的变化呀 他发生了 他发生了 对自己不一样的 这个影响 就变成了两个离火 两个离火呢 就是他 他会帮助你 会帮助我 发展 没有笔合嘛 所以说呢 这个工作发展的状况呢 就是刚开始 就是先男后一 先男后一 或者说呢 先 先压力大 后轻松 先压力大 后轻松 可是他有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没有 因为呢 这两个火呢 都是被 被这个丑月色 限制住 这个月色被限制住了 所以说呢 他后期的这个工作发展 空间不被比较大 但是呢 这个压力变小 这个听明白的 打个一栏 这个时间呢 是控制大局的 时间呢 是控制大局的 只要是大局能帮助你的话 他这个空间就比较大 如果那个卖房子是 这个时间要是生房子的话 这个房子有很大的生质空间 对不对 还好呢 以前有1万 现在变成3万的单价了 是不是 那么如果时间一过了以后 那么这个房子 他不会 他不会有太大的生质空间了 他哪怕生 他哪怕这个房价会涨 他也不会涨得太多了 因为时间 所以说这就是时间的重要性 时间对人 对物 都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是这个时间一过 那么这个决定性就会发生变了 所以我就说 时间对一个卦的影响 基本上都可以认为为一半的影响力 为一半的影响力 然后卦内的这个 卦内的这些影响呢 就是卦内的这些 这里边的内容呢 基本上就是人 人的影响力 就是对方啊 我方啊 朋友啊 合作者啊 等等啊 这就是人 人也就是说 最多有50% 时间呢 他就占至少 就占50%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比 宠于了卸体 把这份工作辛苦 付出 还没有收获 那这个 这个可以这么讲 这个可以这么讲 就是我被卸了 被卸了 就是说 付出的 是肯定跑不了 因为被卸了 就是我被卸了 我必须要拿出时间 给经理来做这个事 这个时候 已经跑不了了 只不过呢 说这个工作的前后状态 发生的状态 所以 以前的压力非常重 还得加班 等等 现在呢 可能加班的少 或者是不用加班 但是工作 也不是特别的轻松 工作空间呢 也不是太大 因为这个时间 它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说中国的古人 他看透了这个 这个社会的发展 这个人社会的发展 他就认为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做同样一件事 你的时间不对的话 你就做不成 你时间一对的话呢 你一碰就碰到了 所以说你们 要是做一件事的话 还有一个呢 就跟大家喝个鸡汤 就是说 总是有一个鸡汤呢 他就说坚持就是胜利 他为什么会叫坚持就是胜利 为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他坚持 你反而现在时间不对 你去做 哎呀 做得特别困难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放弃 你一直做 一直做 他那个时间 他总被流动 对不对 他今年你做的很困难 明年做的很困难 那么后年的时间变了 那你就变得轻松了 后年他的时间又变了 那你一下就就成功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总会啊 对你说 对 你总会会遇到那个对的时间 对不对 你总会会遇到那个对的时间 你老实说不坚持 你坚持两下了 哎就放弃了 不行了 算了 你这样的话 你干任何一件事 他都不能去 去去找了那个对的时间吗 所以 就是 当然说这也是一个很 很真实的鸡汤啊 就是这个鸡汤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坚持就是胜利 那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因为你一吃下去的话 你那个时间他会流动 对吧 这时间他会流动 坚持这个事是个好事 坚持是个好事 这个是一个静静盘盘啊 看下来 事态发展类啊 这个事态发展类就是主辜的 嗯 走挂后挂变挂的发展状态 还有一些那个变化化成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啊 就是基本上讲一下两个 主挂呢 看的是开始 开始 后挂呢 是中间过程 变挂呢 是结果 这个发展中的重要的事件的话呢 我们就是体物体物关系吧 是吧 这都是一个体物关系 你去看 把这就是一个体物关系去看 事态发展 看怎么这两个开酒店怎么样 注意事项啊 一个人他说我要开酒店 那么这个事好不好 好不好做啊 好不好做 那我们要不考虑这个时间的情况下啊 我们暂时不考虑时间啊 如果还是现 如果是应用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考虑时间啊 必须要考虑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考虑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考虑时间 那么主要分析这个主顾变这个关系啊 这个呢 是 是这个耿土啊 这个呢是用客 这个 这个 这个用客体 是不是 这个耿土 我两个呢 我们先看就顺序啊 刚开始呢是比合 啊 说呢 我就说呢 说这个开酒店是合作啊 是合作的关系 不是你一个人 你是跟别人合作一起的 啊 中间的发展过程啊 也还行 是不是啊 呃 这个发展挺顺利的 呃 因为呢 是个解惯嘛 对 用 用绳铁 是个解惯 那就是中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 还是挺顺利的 那么最后就出现问题了啊 最后呢 会出现了内部内户 内部磨盾 甚至呢 啊 会被欺骗 因为呢 用卦去克了 体卦 用卦去克了体卦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最后 会因为那个内部磨盾不怀而散 哎 这个卦怎么 怎么跟我那个朋友的卦这么像的啊 他这个情况呢 就是 发展的事态 就是刚开始呢 是个合作玩 啊 还行 大家一拍即合啊 这个是可以做 中间呢 一些准备的东西呢 也是非常 非常那个 合理的 发展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顺的 最后呢 会有这个内部磨盾 产生内部磨盾 进而 被造成这个 世间的不满而散 啊 如果说 戏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吧 刚开始 中间过程才行 最后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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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刚开始 这两个梗挂啊 凡是两个梗挂啊 就开开始的时候比较慢 比较缓慢 比较缓慢 因为两个挂呀 呀 两个梗挂在一起呢 就非常缓慢 是吧 因为梗为止呢 指珠嘛 就是它这个商量啊 或者说是计划呀 它比较慢 时间拉的很长 拉的很 一旦确定了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出现解挂,所有的困难都排除掉了,最后呢,因为这个关系,因为内部矛盾产生了分歧了,最后就不欢而散了。 事实上,这些案例,在实际的经营生活当中,超级多,我告诉大家,你们要是说给人看多了之后,或者说给人见的,这些税多了之后呢,就是特别多,你比如说我在几年之前呢,在两年前吧,在两年前,我就是说, 去看过一个风水,这个风水,它是比较大的,当时是出资了,跟合作出资了是两个亿,他就做了那个酒店,酒店的家休闲,酒店家休闲,酒店家休闲,地是非常大的,地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前期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他这个,就在于风水,风水,风水很差,他能够差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之前,他那个,那好好的人,他不信风水,你知道吧,他不信那些东西, 有一个人让他,就是说,在建这个场地的,就在建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在建之前,有人给他建议说,你看看,你找人去看看,说这个地方能不能行,是不是,第一能不能行,第二怎么建,但是好好的人,他不信这个东西,他就说,我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你就,你就随便建就行, 你如果建成我要的这个样子就行,结果呢,就接近花了两个亿多月吧,接近花了两个亿多月吧,然后呢,就是,在建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出事,就是在建筑的中间啊,就是还六成建筑物就一直出事,不是有官司啊,就是说有这个,有这个,商员的事啊,因为商员要建的话,你要赔些钱啊,是吧,就一直有这个事, 然后呢,然后呢,他就,然后还是建,建成了之后,建成了之后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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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老板就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老板呢,就进去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建成了之后,他就往外卖了,往外卖了之后,在卖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发生了很多的事啊,发生了很多的官司,官司了之后呢,老板打输了,就进去了, 然后打输了就进去了,然后他又,呃,再,呃,招别人去卖嘛,招别人去卖,现在呢,好像,呃,现在五千万好像都没有人买,不敢买,你知道吧,不敢买,为什么呢,这个买方一查的老板啊,呃,在建筑这个建筑物的过程当中啊,特别都在管死,你知道吗,而且还进去了,这谁敢买呢,是吧,省着呢,怕这个,这个,这个, 他再被牵,牵进去了啊,但是我一去看,你知道吗,特别搞笑,他的风水就差了,他全部都跟那个风水一局全反,你知道吗,这个,一个大建筑楼,呃,他是应该有,呃,有两三个大建筑楼啊,东西南北全反, 而且那个,而且那个,而且那个事态就是那个,那个,举越环境了,而且那个环境了,跟建筑楼形成一种啊,非常凶的格局,环境全反,啊,全反了,所以说在建筑,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老是,老是有各种问题,啊,我这个东西,你让谁都没法调,就是, 就是,就这种局,他就没办法调,除非你把这个建筑楼,还打了,再重新盖,啊,就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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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东西是没有办法调的,也就是,再调的话,也,也不行,就在现实情况当中啊,有,有很多人,他往往是,因为观念的问题,或者说,往往呢,就是, 我说,我会碰,我碰到类似,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是因为风水危机,还有的是因为,嗯,是因为两个人合伙,啊,两个人合伙之后,就是因为关系好,就是因为关系好,就是因为关系好,什么东西都不考虑,然后呢,就一头情就往里,往里边去,去,呃,去合作,然后呢,刚开始是行的,咱们最后慢慢的,一见钱了,就闹边了,结果两个人就打官司,啊,就这种特别特别的多, 现在的人好像,好多这种情况,刚开始是挺好的,最后慢慢的,就,就,就出现这个内部谋队,就开始打官司了,就是由以前的关系呢,变成了那个仇人,啊,这种,这种特别特别的多,也不知道是,是怎么回事,啊,你像这种,这种案例,它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种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啊,这种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内部谋队,啊,内部谋队,啊, 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一边看,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呃,这么一,这么大一件事,呃,一些细节的东西,当时为什么去考虑一下,对不对,就是说,哪怕你让人去看,看一下风水,或者是行,或者是不行的,哪怕你也听一下意见,啊,看风水怎么办,是不是啊,那你说你两个亿都,你都有钱,啊,我公主你没钱,对吧,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有很多人,可能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盲点,啊,都有一个,做事物,看在事物的一个盲点,啊,就是这个盲点可能,呃,会遮住我们看事物的这个这个发展,啊,看事物这个发展,然后呢,就会阻碍,往往是有,有一个,有一个小的问题,啊,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之后, 啊,接连,接二连三的会产生各种大问题,啊,这种现象特别多,啊,你说的一页掌握非常有道理,啊, 你们可能在先生当中也看过,啊,也看过这种,好,我们再看下边这个,啊,创业做白酒怎么样,他想做那个白酒,他想创业做白酒怎么样,注意事项是什么,看这个,啊, 金刻木,水刻火,然后呢,呃,火刻这个金,嗯,要是不考虑时间的话,你看这两个都是相冲的关系,对不对,都是相冲的关系,最后呢,是一个呢,火刻金,呃,葵,啊,葵就是矛盾啊,就是纠缝啊, 这个,这个好像是我一个上海的朋友,啊,他,他几年前,他两年前左右,为了一个事,就是这个做白酒的,现在也没,没过下去,啊,就是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就没有过下去, 水火机器,互相调和,是互相调和啊,但是你首先你要确定这个金,这个水和火都是旺的,你看这个地方,他很调和吗,他不调和,看到了吗,你看啊,火两边有个金啊,火两边有个金,火是非常的弱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加上,还没有加上时间, 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要是那个什么,如果要是春天的话,春旺的话,还能调和,知道吗,春生地的话,能调和,如果要是春夏的话,还能调和,如果要是秋冬的话,调和不了, 因为他两边金旺,他能把那个火灭了,把火灭了,金在一坑部就不行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哪怕你调和, 调和,调和呢,就是好,就是做的好,顺利,你调和就是顺利,也就是好啊, 他就做了一段时间,嗯,做了几个月吧,就,就,就不做了,啊,就,几个月就没法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后期咱也没有味, 他这个,你像在冲的这种情况,就不确定性特别多,啊,你像这个,这两个是冲的,这两个也是冲的,凡是要出现冲啊,往往会有冲动,不一定, 然后变化大,这种现象,你知道吗,往往是这种解释,啊,特别是在变卦,在变卦,跟你在煮卦的时候,砍弱可以看成酒的质量不好,银河口味, 啊,你砍水,你肯定这么讲啊,酒的质量,他就是做二手,做二手酒,就是这个,你可以把它,把它看成的,砍水的质量,砍水质量为酒啊,左边会被蟹,是吧,会被蟹,然后被火冲了,被火冲,所以让这个砍水的质量不好,你说他酒的质量不好,这是很对的,但是他这个事态啊,他是不美定,他可能就是一时冲动,他就觉得,这个酒挺,挺,挺, 赚钱的,他就想干,如果这个冲啊,在那个酒挂上,他就是一个试镜的试之音,试之音就是,他一下子的脑袋发热,他就觉得,哎,他就觉得这个酒啊,利益挺大的,还挺半钱的,我能不能做一点,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还是在变化发生的话,如果在变化发生的话的话,那就是因为啊,就是不美定,就是做这个事不好做,那我就不做了,马上就不做了, 就没有那种计划的,就一下就不做了,就这种东西,冲施的东西,你一看他这个,他这个主挂跟变化,你一看这个主挂跟后挂就都看出来,他就是一时的冲动,因为冲这么多,他就是一时的冲动,就觉得他就赚钱,看到了赚钱了,看别人赚钱,他就干了,啊,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别人赚钱,你干就能赚钱吧, 可不是那么回事,可不是那么回事,一看就能赚钱,看右边这个上面,打算合作,装修怎么样,打算合作,装修,看看怎么样, 这也是我一个,东西的朋友,他就是说,装修怎么样,这个当时我给他考虑的是,是不怎么样,就是这是我一个朋友,一个人,他就是说,自己啊,给,跟着一个,几个,他的一个,他顾的员工啊,或者说一只小弟啊,来做这个,给人装修房子啊,就是 新房双修之类的,他说那个,他说那个有一个公司啊,也不做这个,我看能不能跟他合作一下,那么起了这个挂子,我一看,我一说,怎么说呢,我一说,你没办法合作,或者说呢,这个不行,肯定不行,不顺利,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我那个朋友,他是体挂,是坤挂吧,是不是, 是不是,那对方呢,对方呢,对方呢,是个正观,刚开始呢,觉得都行了,是不是,两个是笔合嘛,两个就是说我方跟对方觉得还不错,听起来挺不错的,是不是,合作,那么我说合作后期呢,我说合作后期受伤了一定是你,他说为什么呢,我问你看啊,对方这个时候,我方的坤挂是不是对方的财, 对方克我,那就是对方克财,他把我当成财了,他把我当成财了,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所以说,我说赌到最后呢,一定是你吃亏,啊,嗯,说白了就是让他去做那个市场,嗯,然后呢,到完市场之后呢,然后,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大的,让公司来做, 那不当你,把你当成狗屎了吗,是吧,就是这么,因为你说这个话,一看就看出来了,我就是对方的财嘛,对啊,我木去克土,土为木的财,土为木,木克土,土为木的财啊,土为木财嘛,明白吗,我去克你,你就是我的财,明白什么意思吗, 嗯,木,木入亏土,你可以怎么理解啊,就是我,就是我扎根,就是我扎根到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药里边嘛,扎根到你的药里边嘛,你看吧,我把你,我把你当成我的,我的财嘛,土很多,能把对方赚钱嘛,对吧,赚白了就是让他们这几个人啊,去, 去,去,去接一些那个,一些小的,或者说呢,一些低端的这个,一些低端的这个那个,那个活嘛,那比如说装修的时候,我让你去做个玻璃啊,或者说做个那个,啊,做一些那个小的装修嘛,是吧,然后有了这个,有了这个基础了之后呢,一些大的装修呢,让那个公司去做吧,那我说你不是被人家当那个工具, 去用了,是不是啊,你好,好不能去弄个活儿,然后你们就做小的,让人家去做那个大的,因为,他这个朋友,他那几个人大的,他没有,他没有那些产品,是吧,你比如说地马庄呀,或者那个,或者墙,墙上的一些,一些,一些粉刷的一些东西,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他都是需要公司的那种,大的工具去做的,他那几个人,工程的人都干不了,你知道吧,他怎么干一些小活儿,我说如果你要是跟他和, 我说你跟他合作的话,那基本上是,他就把你们当成工具来用了,你们去在前面去找活儿,然后找到之后,他直接拿来,赚大股吧,就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嗯,这个听明白了,人家打一个一来,这个听明白了, 好,我们再看下边这个啊,下边这个合作,二手,黄东怎么样,这个呢,我估计,我想问一下,是段的,三年之前呀,还是哪年之前,我困土进入,如果弱,可,可不动,对吧,对啊,这个弱是可不动的啊,如果来说, 是在那个夏天,在夏天呢,或者说呢,在那个秋天是不行的,这个如果在夏天跟秋天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合作不成功,合作不成功,没法合作啊,看下边这个合作,嗯,对,你,你夏天秋天的话,你进入不忘,也没办法去, 就刻这个云朵,是吧,如果你在春天啊,跟冬天更忘的话,他就无可动了,看这个二方弄的事儿,二方弄说白了,就是说,我都这个,没有装修的房子啊,这个新房,他没有装修嘛,或者说是已经简单装修了,然后我又再给他重新装修一下,然后再都给其他人啊,就是二方弄, 啊,他就问,那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简单,是不是就是未及避击,经多避击,是吧,经多避击,未及避击,这个很简单,嗯,那个,那个,那个,刚刚干了两年,他就跟我说没赚的钱,没有钱, 就顶端, priorities,需要是钱,钱,花了十万,然后出来十万,就这样,没关 malu,了没赚钱,这个怎么不能赚钱呢,金多了,吗呢, 一笔百分吗 好吧这个啊 五六个啊打算自己开金锁怎么样 这个自己开金锁怎么样啊 金帮金 起挖金帮金 这个呢也是金帮金 这个开金锁还行啊 看看 看看怎么样啊 开金锁还行如果开细意的话可以开中意的话不紧 细意是可以的啊因为呢钱金为细意 金为细意所以说呢他比较旺啊他比较 金比较旺啊 人多吗就是笔合吗你看这是不是都是笔合呀 笔合是不是是不是人多呀就是看病的多吗 对吧 看病的多吗多他就是赚钱如果细意如果中意的话指定不完蛋 中意的话训挂为中意 有钱人有钱人有钱人客有离火去卸那基本上没劲啊 训挂基本上没劲 不行 这个这个挺明白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好看下边这个计划再开个超市怎么样 这是东北的一个 本来有一个超市他还想再开一个超市 看看这个啊 木区克土 木克土呢是建冠啊 这个是 压力大啊 然后堵力大 这个是香脆 这个是香气泡 艰难 好健康 然后 这个不怎么样啊 当时我跟他说这个应该是前年的事 当时好像是 我的记忆当中是前年的事 嗯 我当时说那个你现在不要动 因为呢你要动的话就是说 最后结果他是艰难 比较艰难 他在今年的时候还在问我 他还想去那个开 好像一直一直硬住了 没没在动 当时硬住了没让他去开这个 他这个比较 比较艰难 这个东北去 搞他也不好搞 是吧 这个都明白 这个都明白 一号一瀉 是吧 一刻一号 中间是臭 这个不太怎么好 看幼儿这个 去这个幼儿园 有什么注意事件 土壳水 不也得财 是得财 这个这个确实是 是得财不财 这个是得财不财 当时我那个没有把这个时间写上 我当时没有把这个时间写上 如果要是在冬天看惯了 还会得财 我忘记了是在哪个时间了 我这至少也没让他开 可能说这个时间不对 不是在冬天 可能是不是在冬天 跟那个其他的时间啊 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 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 嗯 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冬天问的话 我可能会让他开 因为 嗯 因为要是冬天的话 他会帮这个水 水一忘 我看着为财是可以的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春天跟夏天的话 就不怎么样 春天跟夏天 这个开水一若 开水一若就没有办法上去 我们看右边这个 去这个幼儿园 有什么注意事项 看这个幼儿园怎么样 梗土生前肌 用卦生体卦 就说明了 对方啊 极力的推荐我们去这个幼儿园 是吧 这个幼儿园也都好怎么样 那么最后 真的是这么好呢 你看啊 真的是这么好吗 有一个训卦 训卦呢 由田径所课 这个训卦是为教学 训卦为思维吗 训卦为思维吗 也就是说这个幼儿园呢 是个 偏向于高档一点 是个偏向于这个高档一点 高档一点 幼儿园 因为前进吧 前进 望是吧 你看 这个呢是帮 是比和帮扶的 还有幼儿园就深 就说明这个幼儿园是偏高档的 高档的 然后这个 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 不匹配 就教学质量没有跟上 但是呢 档次是挺高的 啊 当初说呢 说你是 去幼儿园是学东西 还是让那个小孩去玩 如果是让那个小孩去玩的话 是吧 不考虑这个学东西的 那也没什么问题 对吧 因为 不考虑这个教训 是吧 梗挂为安全 是吧 梗挂为制止为安全 就是说这个高档的小区呢 一些 一些那个保障啊 就是基础性的保障 一个梗挂为基础保障 因为基础嘛 就是基础设施做得比较好 保障做得比较好 如果让那个小孩去玩呀 玩的去去去上去玩 那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非得上去学的东西的话 去玩什么东西 那可能懂的 因为那虚挂的 很弱啊 这个听明白了 打一个一来 那高档的能看出来吗 钱吧 钱话忘了 这是高档的 我看下一个想学习这种技术有钱图 体化 当然了体化 第二幼儿园 他为了 他为了是 去这个幼儿园有什么注意事情 那么这个体化 他就是幼儿园 没有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主题啊 这个世界的主题 他就是体化呀 体化就是幼儿园 幼儿园 幼儿园 就是一些 就是一个外界环境嘛 就是外界对他的一个评价 就是我们预测这个世界的主题 就是体化 这个世界人去幼儿园有什么注意事 那体化就是幼儿园 然后看下边这个啊 想学习这种技术有钱图 他想学习这种技术 比如说学习一个那个 什么餐饮啊 餐饮的某个技术 讲那个创业 用这个技术去创业怎么样 体化是对卦 六升铁 对卦 然后呢 金刻木 啊 那么这样的看 还行对不对 因为呢 金旺嘛 金旺 因为有 昆土去生那个对金 金比较旺 金一旺了之后呢 他能够刻这个 进步 好吧 能刻这个进步 还是可以 他能有钱段的 虽然说这个钱 不是特别多 这个多不多要看时间啊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就是目望的话 可能会钱比较多 如果要是火呢 火的话呢 可能就不是特别好 火就刻金 火生土呢 土一旺就会生那个金 生金了但是火它会卸这个木 那财就变少 我们再看两个 买这块地 后期有问题吗 就是一个人他要买地皮 看看这个地 他后期有问题 对卦 为这个人 对卦为这个人 或者说呢 为这块地 火刻金 变成了 笔合 水火机器 后期有问题吗 后期没有太大问题 刚开始呢 是个火去刻了这个对钉 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 刚开始弹的话呢 就弹的比较多 还很多 因为这个呢 是为弹的多 那么后期怎么样 后期能够 比合 后期能比合 是没有问题的 但金旺的话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还是时间为金的话呢 金比较旺 它就会帮体化一个用夸 这个数字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水呢 如果是水呢 如果是在冬天的话呢 就稍微有一点弱 这个金要是稍微有一点弱的话 一开始 弹 弹不好 对 他弹的比较多嘛 就是 弹的比较多才能够弹下来 这这个地 他不好弹 如果还是水旺的话 就稍微有点麻烦 因为呢如果还是水旺的话 这个金 他就可以 减弱了 他减弱了 这个地 他就纠分多啊 或者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事 那个事都不行 就不好弹 虎旺的话是对好的 虎旺的话是生这个对金 生这个钱金 他就比较好 好 我们看右边这个 跟他合作以后会顺利吗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看这个 参向 其实这个 看看是事态发展或什么 看事态发展 你就看这个参向法是非常好用的 他一样表达了一个事态的发展或什么 事态的钱 跟后的一个发展过程 酒罐呢就是前后 后期呢就是后 你看刚开始 笔合 就说明 关于好 或者说怎么样 是吧 然后呢 合作一下 合作一下 后期怎么样呢 你看正好 是 雷果这个什么呢 雷果风 风挂 我们生这个雷火 生雷火 是不是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说这个合作也会比较顺 这个听明白 现在打一一来 打一个一 打一个一 这次能中标吗 这个弹中标的看看 冬以后两个人 冬以上两点不会中标 你看 季空王 还那个被 被含水躲克 还遇到了这个深月 你看 没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是吧 这个这个是很难中标的 这次生孩子安全 生孩子也看的 生意过程当中 有什么 安全不安全的 顺利顺不顺利的 变当时的看的是这个词 风挂 风挂的是亨 王价值 勿扰 意志中 意思就是说比较极力吗 亨就是极力的意思 对吧 就是污游 不是说 应该是污游 就不用担心 然后比较顺利的 这个词是 用的是 风的霸词 起挂 离挂 遇上了今日 今 生啊 金遇到了火呢 就是手术嘛 动手术嘛 然后遇上紫月呢 为体弱无力 紫去看了这个离火 天哪 当时呢是冬天看的啊 紫月 紫月 离火在冬天呢 就是弱 离火在冬天就是比较弱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最终的结果 就是说 富人比较艰难的 但不会有危险 为什么会艰难呢 那就是说水克火 体弱 说明这个 富人会比较艰难 天哪呢 天哪呢 为什么不会有危险呢 那就是因为最后变卦 水生木木生火 能够 能够顺利吗 我离火 这个 紫水生 静木 静木就生离火 看再有观色 会谁赢 就是打观色会谁赢 汉颜 苟月 变卦 这个闲卦 闲卦的是亨 雷贼 娶女 疾 这个不懂的话 我们再往下看 虽然正对 克蟹体梗 这个是克 这个是蟹 但体灵丑月强 体为北方 丰上盒子 我不是讲过吗 时间 至少得50% 至少50% 他挂腻确实看得挺挺厉害 你看 这一个克 这一个克 还有一个线 当然 他赢的话 他也会微赢 微赢 微赢 他也会微赢 挂腻 就是说他赢 麻烦那是运气 机会运气 你看他那个真正的运营过程都是比较难的 官司的事是比较难的 那是克又是现 各种问题 幸好这个月份 帮了他 还有一个挂腾是比较好的 挂腾是咸 咸就是 美好的 激烈的 我们看下一个 看下一个 分离啊 这下一个分离呢 就是 和一些那个 仙道这方面有关系 就是有这个缘费嘛 有的人跟道徒有关 我讲过 基内的为 这个我讲过嘛 基内的为这个合缘 目立的为道 吐呀 就是不信的 就是正常的 不要去也不信道也不信 听过水 水呢 这个要不是啊 水呢 就是说水和这一些 比如说这个这个水他他就有砍吧 学会上 然后呢 火呢 他是一个 火因土啊 火因土 实际上都 都不是有什么 火它是一种 修罗吧 它是一种修罗啊 你们 知道什么叫修罗吗 修罗 真的是 正常的 这个砍水呢 一般和鬼怪有关系 这个砍水一般和这个鬼怪有关系 这个砍水 因为砍水为精灵了 就是鬼怪比较精灵 精灵啊 当然你还不要说 砍水呀 你不要说 砍水 是不是 鬼怪 就是 不好的 不是那回事 鬼怪也好 知道吗 这个修罗 我解释一下这个修罗是什么东西啊 修罗 修罗是什么 修罗是一种 伴佛 正伴佛 他还 他是还没有成 正伙的 正伙的 没有啊 但是还没有修成 为 修成 正佛的 一个佛 佛也有邪佛 知道吧 就是 邪的 神仙有正式的神仙也有邪的神仙 就是坏神仙 你知道吗 佛也有好的佛也有坏佛 接着这个听明白的打个一来 啊 这个修罗呢 咱正常情况下不是那个 呃正常相关下啊 分一个天地人嘛 是不是 天 非用空取经路上就是修罗了 对我取经路上有很多的修罗啊 说白了啊 修罗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你知道吧 修罗连佛都很怕 你知道吧 修罗是很厉害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修罗草 好像有一个电影叫修罗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 这个修罗他是什么特点 你知道吧 修罗他也是一种佛 不过说呢 他这种佛呢 是一种 我写完之后就赶紧擦掉 因为这个在宣传过程当中 一般的不允许出现这种公教的东西啊 我让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 这个修罗连佛他是一种邪 邪的就是邪的佛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佛他非 很正的佛 也非 很邪的佛 神仙也是 是正神仙 他是邪的神仙 你包括很多那个我们 看这个东北啊 东北有很多那个 有很多邪的仙 有很多邪的仙 就是 就是很多 咱都讲的神仙神仙 狠仙神仙是 是这个正神仙啊 正仙 正神啊 他都是利于大众的 他都是帮助罗百姓的 帮助这些什么的 出马仙也有很多的是好的 好吧 就是跟出马仙没关系啊 跟出马仙没关系 很多出马仙是好的 就有一些仙子 他专门做坏事的 专做坏事 专做坏事的一种神 神仙又专门做坏事的神仙 你知道吗 专门做坏事的神仙 也有专门做坏事的这个佛 啊 那这个 这个修罗就是 呃 他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脾气大 脾气非常大 而且呢 而且呢这个 呃就是冲动 非常冲动 非常冲动 然后呢 能够做一些 呃 做一些的 出格的事 都是修罗 你马上说你修罗 你只要一横一起来 他谁都不怕 他连这个释迦摩尼佛他也不怕 像泰国的佛 对 像泰国的佛 很多都是邪的 啊 修罗 修罗也横起来就是谁都不怕 他连 他没有任何感情 他的最基本能看来就是脾气大 这个杀性强 杀戮杀戮性非常强 啊 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就是老大 你知道吧 他就不他就 就很不服 怎么怎么不服呢 那你释迦摩尼佛 那还不如我厉害了 那你凭什么做 做上那个佛 那我凭什么 就是说不能像你一样受到大众供应 你看泰国有很多的这种 比较 比较狠的佛 所以说比较厉害 出马仙属于离伙 不是啊 这个这个出马仙 他他也有很多啊 出马仙有很多好的神仙 好的仙 也有很多的专门做坏事 行 他跟出马仙没关系 他又跟那个这个仙他是好事 他在坏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一件我真实的事啊 我这我 讲一件我真实的事 这个是我之前啊 我之前跟一个人合作了 我之前跟一个人合作过啊 这个人呢 他是他他生亲 他是 他生亲了 他是学佛的 啊 之前也没有想 这个这个应该是在 在这个四五 四五年之前 他说他学佛的 表面看着长着胖 长着 长着那个 胖后多点啊 然后 因为是朋友介绍着的 所以说我就没有 我们就合作了 然后 去做他就是帮我去做一些推广的事 刚才他之前的是 是上班呀 然后 也没有赚多少钱 因为朋友关系呢 我就 我们我就跟他合作吧 然后 帮他赚了一些钱啊 然后帮他赚了一些钱 因为这个是谁啊 他一出现了利益 他就 不行了 一出现利益就不行了 在还在我们还没有这个 闹 闹 闹闹之前啊 我一个那个什么 我不是有一个学中 他是做那个催眠的吗 他是做那个催眠的啊 当我们还 当我跟那个合作的人 他没有 闹白之前呀 然后我一个学生就做 就做催眠了 然后他就给这个 我这个学员做催眠 你知道吗 他给这个人 就做催眠 结果呢 进了催进去了 催进去了之后呢 催就是催到他之前 他就这个虚无保 然后呢 大家 你要看到金蛇现样 可好 可吓人了啊 这个 他没进去 他就是一个正常人 他一进到这个催眠的状态 进到 他前世呢 就看到 看到他前世了啊 他就是一个 前世就是一个修处 这个修罗 他是被 被溃在了一个 被溃 被溃在了一个 一个 一个地方 因为修罗他只能是在 比如说 这是天 这是地 他只能在夹缝当中生死 你知道吧 修罗他为什么修呢 因为他的那个磁场 他只能是在夹缝当中 就是天 天和天之间的那个 缝隙当中生死 你知道吧 第三世界 他是在第三的那个世界里 他在夹缝当中生死 他特别老 你知道吗 特别火 手里拿着很多的兵器 又好又叫又跳 你知道吗 哎呀 神经病是来的 然后呢 就特别的火 然后 火在什么地方呢 火在 他说 他 这个什么 做催眠的就问他 说你 怎么这么生气 他说我怎么不生气 我种了一棵树 是不是 这个树呢 长到天上去了 我种了一棵树呢 长到天上去了 这个树啊 是我种了吗 我是一手大大种的 可是呢 这个树啊 长了很多的果子 爬爬爬爬的这个树 树长到天上去了 那些果子呢 全部都在天上 那些神仙那些佛 凭什么种 凭什么吃我种的果子 这些都是我种的 那你凭什么吃 啊 然后呢 就是说他非常生气 这个果子呢 都在天上了 被 他没吃了 他吃不到 那怎么吃不到呢 他就是说一直爬这个树 爬这个树 爬这个树 快要爬到树顶上之后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掉下来了 然后再爬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掉下来了 也就是说 他在那个磁场空间呢 是夹缝囊 他是 他是进不到那个 正神正佛的那个 那个空间里边的 然后他就特别恼怒 然后呢 就 天天在下边 去骂 天天在那个下边 指着那天去骂嘛 骂那些神仙的佛嘛 拿着大斧子 拿着大刀 就天天指着这么骂 骂的那个 他们就是说 有能力下来 是不是 有能力下来 然后我们就对打 大家看看谁 但是这部分人群呢 就相当于是一种 类似于我们 现实当中的一些 不得志的一些 啊 现实当中就是一些 那种不得志的一些 特别粗暴 特别 偏激的那种 特别偏激 就好像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很偏激的那人 很吓人的 你知道吧 很吓人的 最后呢 我也是跟因为那个 跟他的性格不合 然后就 然后就没有再合 没有再继续合作 就他们的脾气都是特别突爆的 你知道吧 而且呢 杀戮性啊 找事 特别能找事 你知道吧 杀戮性特别强 特别能找事 这种呢 就俗成为修罗 因为修罗 他会有一个修罗条 所以说呢 你们搜一下一个 比如叫修罗上 修罗上的含义就是 这个 在一个 场态 在一个 有修罗的地方 那绝对 全部都是实体 你知道吧 全部都是杀戮 只要谁敢进入修罗场 只要不是修罗 那绝对给你杀戮 你知道吗 你像那个沙僧 我们都知道沙僧呢 那个前九世的那个 前九世的那个 那个那个 唐僧给吃了 是吧 那那个沙僧那个 那个恶性 在修罗场根本不见影 连影子都见不到 你知道吧 那满山遍野的那全都是尸体 那就是修罗场 但是说有部电影好像就修罗场 就是在讲这个事 他 他主要是表现出 这个 非常非常残忍 残暴 就这种常态的 这种呢 因为离火为暴道 离火为暴道 所以说有这种表现 我们就不讲这些东西了 这些东西讲过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就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跟一些宗教有关系了 孩子高烧不退 怎么回事 这种高烧不退的时候呢 首先要去看医院啊 去看医生 知道吧 首先要去看医生 那么有个小孩子 他就是高烧不退 他就是看不好 打完针 吃完 吃完药 还是不行 不退烧 然后呢 再考虑 怎么回事 然后起出来这么一个卦 起出来这么一个卦 大家看看啊 你看嘛 陈寺空王嘛 对不对 空的 空的 空王的 不是死亡的吗 就是死亡的 然后 没有的 那就是一些 一些那个 你看 这就说明是什么 这就说明 他受到了一些 那个 阴灵的干扰啊 就是一些 一些被阴灵的干扰 这样子是我 我前 前四五天 之前接到我那个 我那个 老家的一个电话啊 就是我的一个 表 表妹妹啊 他 大约也就18岁 在 在几年 在 五六年之前 应该是在 七八年之前了吧 就去世了 他怎么去 他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啊 他就是脑瘤吧 得了一个脑瘤 他这个脑瘤怎么得着呢 他就是 以前玩手机啊 就把这个 手机啊 就放到井头底下 他每次 晚上玩玩手机之后 他就把这个井头啊 就把这个手机 就塞到井头啊 就睡了 结果结果因为这个手机的辐射 特别大了 而且说你们玩手机啊 千万不要放到 放到这个 床旁边啊 因为床旁边这个手机的辐射 是超级大 超级大的 特别是在充电的时候 这个手机的辐射超级大 他这样的话呢 好像是 两三年这种习惯了 去医院一查 就到了 脑瘤 实际上这种医院一查出来 脑瘤是 基本上是很难治的 然后做完手术 也没有事好 然后就 就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前几天 不是 正在 正在十五吗 就是 十五啊 正在十五 但那个乡村不都一个正在十五那个什么上门呀 或者说是那个那个 就是那些事嘛 是吧 烧纸上门那些事呢 然后他的妹妹 他家里还有一个妹妹 他妹妹就 就做梦 嗯 做梦他就是说 很饿 饿没地方吃 那些钱都被其他人给抢走 他没东西吃 他他那个地方周围有一个 鸭场 就是喂那个鸭子的啊 喂鸭子的鸭场 然后呢这个鸭场 他不是有那个鸭鸟鸟料吗 对不对 然后他们那里做梦就是说他姐姐正 饿了都没东西吃 吃这个鸭鸟料 因为他妹妹他是比较小的 一个是他妹妹比较小 她妹妹才 才八九岁的样子的吧 八九岁 而且他妹妹从来没有去过 就是说他那个 葬的那个地方 没去过他怎么知道有鸭场 是不是 结果一去了 还真是 见了那个前段时间 刚见了一个 别人 就是养鸭子 卖的这种 鸭场 而周围还真是有这个鸭丝料 你看 所以说那给我打了 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 他说这种事你说要没有吧 他怎么知道呢 他妹妹怎么都知道这个周围有鸭场 从来没去过呀 对不对 他怎么忽然就有了呢 是不是 啊就出现这种事 所以说这种事呢 怎么整个是半心半疑 整个是半疑半疑 但是 就是说真的是你犯上了 你还真 你还真 真的去处理啊 特别是这个空王的事啊 只要是空王一克制你 那就是他纠缠 他纠缠你 你知道啊 他克你就是他就 非得为你要 你知道吗 非得为你要 就是被干扰了 这种要找那个道士 要找那个道士 或者说找那个 对法事的 要去去去处理啊 用那个法事去处理 去医院是不敢用的 风水更没有效啊 风水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和佛语言 还是和道语言 看看这个啊 你看 刚才说了嘛 目望 目望就是道语 道语言 佛是金啊 金多的 目望 目望就是道语 和道语关系 如果你们是土性的 那就不用去信这个 不用去有这个东西 不要信啊 它就是一个 个人的信 这个没有好也没有坏 信什么都行 就是算是一种心灵的一个寄托 这边没有什么好坏 还有呢 就是这个人他虽然说有 因为有缘嘛 但是你看 这种风火啊 有开水 看到了吗 开水生他 就是说他身上有一些呢 有一些那个 纠缠的啊 有一些纠缠的这种 这种 呃 阴灵啊 不好的色彩 也会纠缠的 看到了会生他 这个你看这不是紫吗 有土吗 看到了吗 但是如果来说在现场当中没有什么表现也不无 也有可能他是在帮你 因为他有可能是在帮你 也不是所有的 东西都是有害的 其实也可能是帮你的 这很正常 再看这个 再次清理磁场有效吗 就是 就是他造完法式当风呢 会有效吗 看这个啊 你看离火不消极 对不对 但是他呢就是这个离火对他是帮助的 就是说这个法式是对他有帮助的 对吧 对他是有帮助的 但是最后呢变成了这个 梗土呢 卸前筋 卸前筋呢就是 卸了就是不好 对吧 那就说明了 是 这个刮是有帮助的 最后呢 没有太 就是说没有太完全 不是 非常大 刚开始是有帮助的 你看这个呢也是有帮助的 但最后结果呢 是个 是个这个 卸体了 卸体就是 就是 北南的是帮助他了 这就变成了卸了 就是没有处理干净 或者说呢 没有做完全 没有做得很好 做了一部分 因为这个思想啊 他就是一个 就我们人嘛 我们人他这个阴阳的 这个阴阳 阴阳控体啊 对吧 他既有阳 阳性 他也有阴性 如果一个人 阴性太多的话 他就会 从性能上吸 他就会吸引人机 这个不能量 不能量 不能量 它是什么的 那个常态 比如说一个人 他经常 宅在家里 不出门 或者说 他经常 经常呢 晚上 不睡觉 白天 有太阳 不出去 那么 山上了以后呢 他就会聚集 他就会聚集 一些后宫 那么就会 产生一种 不好的心态 这是道家的一种 一种强法 道家的一种强法 我们待在一会儿就是 勉强的知道一下 那我看看 看 咱现在到 哪了啊 现在是九点半了啊 九点半了 那咱就讲到这儿吧 讲到这儿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然后我再给大家 解答一下啊 解答一下的话 我们明天把这一块 成块的内容讲一下 为什么空亡 还缘分很深 哪一个 哪个案例空亡缘分很深 哪一个 再一个吗 哪个空亡缘分一身呀 最后一个啊 再一个吧 好那么空亡 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 就是 阴性的磁场 他就是空亡 你明白吗 阴性的磁场 他就是空亡的 如果你 你会发现啊 凡是 凡是那个修道的 特别是在山上啊 在在寺庙里边的那些 那种命啊 都是 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我们普通人呀 我们普通人呀 你反正说八字也好 我们普通人呀 八字也好 还是说怎么样也好 阴阳呢 平衡 所以说呢 我们也没有出家 凡是出家的人 不是 过阳 就是过阴 这个听明白了 你去 你去 你去为那个出家的人 要一下八字 你看一下 他的八字里边不是太多的阳 就是太多的阴 明天法 属于梗瓜 就是你看那些那个出家的人 他不是 过阳就是过阴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 凡是过阳或过阴的都会出家 你的偏激嘛 偏激他就会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这是一个 另一个呢就是 只要是你占空王呢 那你一定 因为空王咱就讲神仙 神仙是不存在的 你说的随在也行 你说的不存在也行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说呢 神仙好的神仙也好 不好的神仙也罢 好的这个妖魔鬼魂也好 不好的妖魔鬼魂也罢 都是空 他都是一种空王的形式存在 明白吗 他都是有一种形式存在 他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我们相信他有的这种形式存在着 所以说呢 他体挂林这个 林正空王的话 他一定是和这个 什么 宗教啊 什么妖魔鬼魂那方面 粘边 姓名挂纯阳 不至于吧 姓名挂不至于纯阳 特别是拔子 拔子比较 阳比较严重的话 震出家比较多 拔子越令空 拔子越令空 咱们没将拔子 讲完这个挺没办的 这个挺没办的 所以说呢 反正体挂在于空王都是和这个东家比较有名 因为鸟没有鸭的话呢 他就不提到这个空王的形式 他就没有 他就正常了 你看吧 再给你把拔子弯 我们再讲着 入库啊 入库给你讲一下这个入库怎么回事啊 还有人没有搞明白啊 这个入库 入库这个比较简单 怎么会 难呢 入库不就一共有四个库吗 神为水库 丑为金库 丑为金库 丑为木库 还有呢 丑为火库吗 什么时候才会入库啊 时间 如果 为成月 你散挂 起挂 或 硬挂 出现了砍挂 那就叫做入库 再给你明白吧 有人就搞反了啊 搞到了 时间是 是子月 体挂 是乘次 是乘月 这就不是入库好吧 你知道月 怎么会入体挂的库呢 只有人 只有人去入时间的库 时间不可能去入你的库的 你没那么大力量 没有吧 这是一种情况啊 这是话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就是你们讲的那个 我先讲 先讲时间吧 先讲时间吧 如果你们看时间的话 我再讲举一个 比如说你是 你是卫月 卫月的是什么 我卫 你是卫月 卫月的时候 你体挂是正挂 或你体挂是坑挂的 那就算是入库 明白吧 这就算入库 如果你是 零月 你体挂是坑 这不是入库 啊 这个时间是不会入你的 这个挂内入库的 好吧 但是不是入库的 入库 只有这个挂 我去入到你时间里边的库 这才是入库 就是挂里 不考虑 月份 上面是对筋 下面是给 如果是挂里的话 告诉你 如果是挂里的话呢 如果说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你不要去考虑入库的事 你知道吧 还有再度啊 这种你也如果说它是入库 这个你原理上是 理论上也是入库的 但是这个 这个力量不是特别大的 你知道吧 就是 还有 还有什么 木 你比方说还有再短 这个你不用考虑库 我建议你不要去考虑库 你我的建议就是你就是用时间 时间 还有那个体挂在一块 又挖也算啊 要是又挖入库了 那这个事他也是 他也是入库啊 就是代表了这个事是入库 挂里只有两个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考虑这个 这个挂内库了 挂内库 比较 比较难以理解 挂内库你还是不要考虑 月份就要 你就要 你光考了月份就行了 好吧 你比如说这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 这个是体挂 那是用啊 比如说卫月 正能入库的 你看吧 正能入库的 当然你说的挂内库 这也不错啊 理论上也能讲得通 可是呢挂内库 他 他表现得非常 他表现得很明显 知道吧 表现是很明显的 但是月份的力量大 你知道吧 时间的力量不大 他表现得比较明显 你挂内的话 你可能就在家里待了几天 然后就出去了 他的力量小 但是你未月 那你长时间待在家里 好吧 你就比较 你就测诰于时间就行了 这个 挂内里边呢 我建议 还是不要去研究挂 挂内的这种库 因为他表现的 不是特别明显 明白吧 还有什么 需要跟大家解释解释啊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就明天呢 就讲这个 风水的情况啊 讲那个风水策划 这一块 这个风水呢 你也得讲个 两三天 用如果入库对提也不好 这个你得分析情况啊 我再举一例子 这个你得看什么事啊 因为呢 这个库啊 他只能表现出来对体挂 或者对硬挂的一个 比如说 卫月啊 卫月 你取了一个进挂 并有空挂 这个是体挂 这个是用挂啊 比如说你预测是你 你 你 创业好不好 是吧 你创业行不行 啊 你创业行不行 那这个体挂就代表你了 那这个用挂就代表你创业的这个项目 对不对 是吧 然后月份正好把你库住了 对不对 要是把你库住了 那对你来讲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创业 难以实施 难以实施 你知道吧 难以实施 就是说 不是房租太贵 你都不起 就是这个项目 不好弄 这是对你的影响 对你的 对体办的影响 就是没有办法上去 去剁成 如果要是反过来 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反过来 这个是右挂 这个是体挂的话 那么右挂入库的那个是 不是你入库了 那是右挂 右挂是对方 或者说呢 是外界的事物 那这种情况 就可能表示这个市场不好 市场不好 经济差 你听明白了吗 就是说你选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市场都不外界的市场不好 因为这个这个项目 他是被那个 被月份 库住了吗 市场不明朗 你不好做 你也都没面了 是你也招员工了 可是 这个市场就是不好做 你知道吧 这个呢 是又挂被库了 如果你体挂库的 他 酷的是你 他不是市场 你你你找了一个工 找了一个房子 太贵 都不行 你找了一个 又小的呢 可是你 你又不够用 啊 然后呢 你钱又不够 总之呢 对你来讲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 用挂是外在的 体挂是自己的 所以说你看库 一定要看 库住的是谁 你知道吗 你比方说你做那个 你们比赛 你跟你对方比赛 是不是 那同样的道理 他是库着你 那就说明你的能力 发展不起来 对不对 你跟对方 你是A 对方是B 你是A组 对方是B组 对不对 那么如果库的是A 那就A不行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把A库住了 那就上面A的能力难以施展 这个 可能是难以胜 那么说啊 库库住了B 那就是B了 明白吧 所以说你要根据具体的世界 这个库是库是谁 明白吗 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的话呢 没有疑问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今天9分钟 咱们再讲的话 现在再讲的话 就不顾了啊 然后咱就到这吧 让我再讲话 直接放下来 是的 什么疑问